你这一辈子 有没有为别人拼过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蚕死官杨哥 都知道我们家这个毛毛啊 特别喜欢玩球 我们先来看两段片段 看好了 你这一辈子 有没有为别人拼过面 但是呢以前玩的球呢 基本上都是这种小的 最多比这再大一点 今天啊我想挑战一下 看他能不能玩这样的球 很大的 大概有一个苹果那么大 看他自己啊 嘴巴能不能还咬得住这个球 把给叼回来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先拿这个小的球 让他去试一下 去 给我给我 看到没有很准啊 妈要不要玩 想不想玩 想玩是吧 好的 来猫猫去 急杀 你们看他怎么咬 你们看到 你别放弃啊 放弃啦 放弃啦 猫猫 过来来 重来一次好吧 来 来 来 在我手里呢 笨蛋 来 回弹 来 你们看 它嘴气是没那么大 这个球有点太大了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外面还下着雨呢 下着小雨呢 别放弃啊 跳过来 快点 毛毛 球 球 球 快点去 你别回来 快去 看来这个球真的是有点太大了 它嘴小 你们看看它的嘴就有点大 我们再试一次吧 来 毛毛 球起 不会吧 掉里面 哎呦呦 叼住了吗 哎呦呦 毛毛太大了 哎呦呦 快快快 叼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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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滚过来了 滚过来了 可以可以可以 不错不错不错 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次好吧 它真的最爱玩球了 我们家毛毛 哎呦 这次真的成功了 好好好 漂亮漂亮漂亮 可以可以可以 毛毛你说你这个嘴巴这么小 这球这么大 你咋咬得住的啊 这都是实心球啊 你们说我要不要给我们家毛毛 换一个更大的球 让它挑战一下 如果要的话 你们在底下评论 我可以下期更新一下 我们现在 拿一个这个小的还有一个大的 看看 同时扔出去啊 看看毛毛到底是喜欢小的还大的 来 猫猫 一 二 三 这好像还是喜欢大的嘛 你们看呀 去追大的去了 哎 球不要了 嘿 球不要了 你好 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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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试一次 刚才没有叼住 来 它真是叼小的了 大了 太累了 好好好 乖乖乖乖 然后我们准备了一点零食 和这两个球 同时放地上 让它自己选 看它到底是要吃呢 还是要玩呢 一个吃的 一个大球 一个小球 你自己挑 你要哪个 来 自己挑 自己挑 你自己挑 快点快点 自己挑 这一条呢 你看着我干嘛 没办法选择 你都想要是吧 你要小的 你还是要球 好好好 你们看到没有 这个家伙还是要球 还是要玩 吃都不吃的 好了 你们觉得 我们家毛毛前面 它的表现怎么样 它到最后啊 还是要那个小球 而且它吃的吧 另口要玩 吃的都不吃 这个精神可嘉呀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有喜欢我们家这个小可爱的 请记得点赞关注 转发收藏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